美國國防部機密文件外洩 最新曝光的就是埃及 埃及秘密公俄四萬支火箭 近期有大批美國國防部的機密文件 遭洩流上網 其中爆出的就是美國的中東最親密的盟友 也是其主要受援助國家之一 就是每年都給他錢 埃及在總統塞西的命令下 生產多達四萬支火箭 秘密地運往俄羅斯 華盛頓郵報報導 這份日期為2月17日的機密文件當中 部分總結據稱是塞西和埃及高級軍官之間的對話 除了提及向俄羅斯提供炮彈計劃之外 文件還提到塞西 此時官員對火箭生產的運輸保密 以避免與西方國家產生問題 為俄羅斯在沃蘭的戰爭提供武器和埃及 是一個爆炸性的賭注 因為即使埃及和莫斯科的關係不斷加深 大型大力投資美國的夥伴關係 而後者即是美國佬每年向埃及 給超過10億美金的資金 當然了 現在參議員麥菲 在埃及和我們中東最悠久的盟友之一 如果塞西真的在秘密為俄羅斯製造 可以用於沃蘭戰爭的火箭 那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兩國的關係狀況 而文件中援引疑似工廠負責人說的話 在必要時命令工人輪班工作 因為這個是埃及最起碼能夠做到 用來報答俄羅斯前段時間的幫助 文件沒有說明幫助埃及什麼 但是根據報導提到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沃蘭的小麥供應被切斷 導致埃及開始嚴重依賴購買俄羅斯的穀物 這個幫助埃及能夠避免引發社會動盪的糧食短缺 埃及的立場從一開始就是基於 當然這個是埃及的回應 現在爆出來了 我還沒說 沒問題的 我們不會見入這場危機的承諾 你們打吧 不關我事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支持聯合國大會決議中 新名的埃及 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支持 我們繼續敦促 雙方停止敵對的行動 通過談判達成政治解決方案 這些說話 像不像習主席先 面對錢 沒有人的 雖然表面上 這個報道說 答謝俄羅斯 就是說當俄烏戰爭 糧食短缺 俄羅斯資助埃及 但是實際上 還有一個因素考慮 為什麼要出賣美國呢 因為現在美國雖然 每一年都給過超過10億美金 但是中共的影響力才厲害 因為一帶一路 中國投放的資金在埃及 是超過1100億 最新傳來的就是索性的 你欠我的錢 有875億美金 到期了 不用還 幾大方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埃及 在中國手上直接得益 中國是不會賣軍備給俄羅斯 到今天都不會 但是埃及呢 會不會受金主的影響呢 就是說 我不能賣給他 那錢我就給了你了 你懂得做 是不是 結果 這個世界的 什麼叫重要盟友 美國即時背插一刀 理你都愚蠢 千幾億美金 分分鐘還是不用還那隻 而更重要的 這份竊物文件 寫明是2月17日的 即是美國佬 在兩個月前他們都知道 但是 竟然沒有回應 你說拜登做些什麼 連埃及 連埃及 有料 都不阻止他 為什麼 是不是 為什麼不阻止他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不是洩漏 這份文件 或者洩漏了埃及這件事 而是為什麼美國 知道了 而不對埃及 制裁 或者落重手 不阻止他 這個才是奇蹟 那當然了 拜登 這些 外交政策 得淡消 還妄想 連任 2024 究竟有多厚顏無恥 才知道 才行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還有一個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極低 因為現在俄羅斯 基本上 連彈藥都沒有 你說拿人民幣給你買 有沒有美金 給勞布你 你埃及到接不接手 那很有可能 就有第三方 更重要的就是 美國開綠燈 因為美國為了要拉普京 下水 要他下台 烏克蘭就是他的代理人 所以由不給武器 到不停給武器 不停給資助 但是連能夠簽敵的 最主要那些 他反而扣起了 他就想拖 拖垮俄羅斯 就是你看到北韓賣飛彈 伊朗賣無人機 然後你看到中國給補給 今時今日 埃及賣四萬枚飛彈 這裡有一個問題所在 美國知道為什麼不下手 其實他就是想令到 普京有本事打這場仗下去 當他打下去 跟著他就開始越來越結局 經濟越來越頂不住 跟著到他爆破的時候 普京就倒 為什麼明明可以快速反攻 沃蘭贏取這場戰爭 但是你也都看到 拜登 就是美國佬 想辦法比少些 宋遲些 甚至連 M1坦克都好 都是想辦法遲些遲些 道理其實就是 在美國政府就是說 如果現在普京 沒走到最後一步 如果他輸了這場戰爭的話 分分鐘普京還站在那裡 但是當我拖到你的經濟不行的時候 你內部爆破 普京就沒辦法走下去 很有可能因為這樣 隻眼開隻眼閉 你給四萬他就四萬 反正我都看你不上眼 給你拖得一時就一時 但是 是不是這樣呢 我希望 很多網友能夠給我 另外一個清晰的答案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atreon 我是Viont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